前言,对于杨江先生,以前知之甚少,只知道他是写维承的前中书的妻子,而维承,也是多年前看的,具体内容全然不记得,只知道主角角方红姐。 所以,我也不知道,我怎么就想到,要买这样一本书,也许,是因为看了网上流传的百岁名言,也许是因为这本书的名字优雅,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优雅法。 总之,最后,我买了这本书,花了一天时间看完,然后起至高阁,这次参加读书活动,同时有个领读的作业要交,我又把这本书翻了出来。 是只写了十篇拆书稿,就是在拆书的过程中,我对这本书又有了新的认识,林依简评,这本书的作者是桑尼,书中对他的介绍很简单,只说他是写女性专辑的作者,网上也几乎搜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信息。 他的书,我只看了这本,蒙笔是优美的,一如杨将先生的人,淡然,舒缓,飞飞到来,读来必有一番味道。 在写拆书稿的过程中,查了一些资料,发现书中有不少错误。 时间上的,逻辑上的,都有,书中很多事情的时间节点,都与后面副业的生平打释捏捕捕捕,感觉稍微有些混乱。 另外,本书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先生的前四十年,而后面的六十多年则轻描淡写,给人护头舍尾的感觉。 个人认为,如果要研究杨将先生的一生,读这本书也许并不适合,如果,只是想对先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,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。 第二,婚姻聚会,书中讲了大量先生与丈夫的日常,从这些日常中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人,一个妻子,在婚姻中的聚会。 她永远把自己的丈夫放在前面,陪丈夫去留学,她工费,她旁听,在国外吃不饱时,她把自己的饭赠给她,为让她知道国内的味道,她一道道研究产谱,被支持她的创作。 她甘愿做造虾壁,用纸匕首披柴生饭,清华赶尽时,为让她做教授,她甘愿做散工。 家里的书桌,她用大的,她用小的,她说,你的名气比我大,带签她的诗集,特意把她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,说,附在前,期待后,她无限包容钱中书,她不会记鞋带,她来,她不会用筷子。 她想办法,她生孩子时,她弄坏家里的东西,她说,不要紧,我会修。 家里的家务,她从不让她插手,外面的应酬,她巧妙地帮她倒掉,把她叫在里面,外面的风雨都由她来倒。 我想到跟她很像的一个人,李安的妻子。 李安曾经六年待在家里,无工作,无收入,全靠理气支撑。 比起与她,都是聪明的人,甚至自己选的人是百年来日的人才。 当然,不是人才,她们也不会爱上,所以,一旦爱上,就是无限包容,只为让她无后不自由地发挥自己最大的才华。 然而,于妻只是六年,而杨将,是整整一辈子。 当然,也惯来了鬼报,钱中书一生为她写的诗数不胜熟。 在有人面前,一辈子有欲欺击,给了她最高的评价,最贤的妻,最财的女,甚至生活都不会自理的她,为她做了一辈子的早餐。 我想,世间女子,很少有人能做到如她,而世间男子,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她。 她们的感情,曾是这世间一道亮丽的风景。 零三处世智慧,杨将先生出生在一个乱世的时代,虽然从小家庭条件又恶,未曾让他吃多少醋。 然而,年近半百,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磨难。 跟随书里讲的这些磨难,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极致的处世智慧,被污蔑。 她说,不知道的,随他们怎么去想吧,人生在世,认识总归是难免的。 她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,幽默地撑直来过五瓜,被剃头发,自己做了个假发套肉上街。 无惧别人,一样的眼光,被安排找厕所,把厕所打扫的一尘不染。 还说找厕所有一想不到的好处,笑干笑,因为偶能给借钱装书。 她幽默地说,是剩余旧小说,戏剧以后花园思想约会的情人。 各种艰苦的磨难面前,她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,积极地面对人生。 经历过贵黄与淡漠,赞美与诋毁,体验过幸福与困苦,感爱过温暖与冷酷。 后来的岁月,她始终保持淡然,宁静,欲世无争。 她有自己的处世哲学,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,集中到某个人身上。 得到爱情为必拥有金钱,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。 得到快乐,未必拥有健康,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,才是翠铃心智,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 这些哲学,与我们,也是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。 结语,建议我们当时的年轻人,都读一读杨将先生的传记。 不一定要读这一本,市面上有很多版本的杨将传。 我想,无论哪一本,看了,与我们,应该都有益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